关岛又是关岛 眼下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正在西太平洋关岛与玛里亚纳群岛海域 举行2016勇敢之盾大规模演习 这场由美国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 参演的多军种演习 核动力航母战略轰炸机轮番登场 18000名美军近200架军机悉数亮相 据报道 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和美国空军F-15等战机 主要演练夺取制海权和制空权 好人理查德号两栖舰演练如何从海上 将登陆兵力运送到陆地上 美国海军称 演习旨在通过建立习惯性的合作关系 打造一支与集成的联合部队 小小关岛到底寄托了美军怎样的心思 所以关于美国在关岛的演习呢 其实我们之前也谈到 那么现在这个演习到底有哪些看点呢 我们接下来也来看看 虚拟观众席对有哪些关注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观众连发三问 我们选了一段视频 一起来推送一下 嘉宾们好 我的问题是美国这次演习 为什么要从日本调配航母 以及今年演习的重点 为什么是岛礁区域攻防站 是剑指中国吗 谢谢 看 我们专业程度经过不让虚没 关注我们这个时事节目的这个女观众 还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 所以这个问题还问得挺专业 哪位嘉宾愿意回答一下 方斌老师 我觉得这个专业 这个观众问的专业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专业 这个直指要害 我觉得美军在关岛这个地方搞演习 大家知道这个应该说 关岛盾牌的一个演习 应该说是今年不断 但是今年这个演习 规模虽然并不是很大 我记得06年08年的时候 当时曾经动过三艘航母 同时在一个海域展开演习 也包括驻日本这一艘 所以规模今年并不是很大 但是今年我觉得针对性非常强 为什么 首先他用的兵 就用的是驻日美军的兵 这次参演的主力 里根号航母这个编队 和这个好人理查德号 这个两栖攻击舰编队 都是从驻日美军直接调过来的 那么我用的就是你的兵 我实际上练的是什么 你这个兵以后准备干什么活 我现在就让你练这个活 干什么活 都演习给你看了 就是岛礁攻防作战 就是大规模的两栖作战 这是美军一个标准作战运用 航母编队负责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 由它来保证 两栖攻击舰编队 实施岛礁攻防作战 那么在西太平洋地区 美军跟日军联合演习 特别是支援日军 它在哪个方向 可能会有两栖登陆作战 岛礁作战 我想这个就不用说了吧 无非向东 东海那个方向 向南 南海那个方向 在那个方向就是支援日本 在南海那个方向 很有可能 很可能是美日联合来支援 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 那么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上 演练这样的科目 我们只能说 它实际上就是动用 未来可能参战的一些兵力 只不过换了一个地点 在这来演练 未来准备 实际进行作战的这些科目 而且一旦有事 注意 美军它驻日美军的兵 是有可能一旦有事 先退到官罗来的 因为这个地方 它觉得相对安全 那么以后不排除 甚至它就是从这出发 到东海那个方向 到南海那个方向 实际去执行作战任务 所以这个演练 应该说是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背景